哈喽大家好我是益胜 歡迎收看益胜高利貸 帶你探索台股中的高鼓力 今天呢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產業是 自行車產業 那關於自行車產業呢 最近有一則啊很聳動的新聞 這個新聞標題寫著 自行車產業破天荒 一夜間啊庫存爆倉 客戶不見了 那隨後呢 國內知名的自行車大廠9921的巨大 還有9914的美麗達兩家公司呢 公佈他們第三季的營收 這個巨大呢 第三季的合幣營收來到258億 刷新同期的新高 季增呢高達13.77% 那年增呢則是來到29.7% 那美麗達的部分呢 第三季的營收也創下了新高 來到94.1億元 季增是6.8% 年增也高達25.3% 那主要受惠於這個eBike的需求暢望 那奇怪了 怎麼這個兩家自行車大廠所公告的營收表現呢 欸都跟這個新聞報導的需求啊 斷崖式的下降完全呢不一致 這其實呢應該只是時間差的問題 那接下來呢這個巨大跟美麗達 11月份開始的營收啊 月增率的表現 將會是觀察的重點 那如果呢從存貨周轉天數來看的話 其實這兩家公司呢的確都有惡化的現象 但是呢公司的業績未來有可能會惡化 那對於投資人來說呢一定是壞事嗎 我覺得呢倒不一定是 因為這個時候呢我們反而應該要更認真的去了解這些公司 那我記得呢我們在第八集的益盛高利貸中啊就有跟大家完整的介紹過這個巨大跟美麗達這兩家公司的差異 那當時呢我們有提到一點那就是呢這兩家公司啊的股價不太貴了 而在這兩家自行車大廠股價率先反應未來基本面惡化之際啊 我覺得呢我們反而要開始呢來留意這個自行車產業才對 那別忘了不管你是要存股還是投資 买在相對的低價才是王道 那在台股中呢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巨大跟美麗達以外 那今天呢就讓我們來跟大家介紹另外兩家在全球自行車產業中 也是扮演著非常重要角色的公司 而且呢這些公司在過往鼓勵政策上也都表現不錯哦 那特別是呢8163的達方以及4536的拓凱 好那節目開始前記得分享跟留言就是對我們投資醫生頻道最好的支持哦 首先呢我們來跟大家分享8163的達方 這個達方除了有自行車代工業務之外 其實本身呢他也有自有的品牌 Bexbit達瑞 這台呢自行車呢是達方旗下Bexbit所推出的e-bike 官網的售價88000元 那我們呢先簡單的介紹一下達方的本身啊 達方呢他成立於1997年 隸屬於加斯達集團 加斯達集團大約持有達方25%以上的股權 而達方本身呢是電子業 以前啊他還是全球第一的筆記型電腦的鍵盤製造商 後來呢達方透過了入股試銅金屬 統達能源以及泰宇來擴大綠能事業的版圖 並且呢搶進了自行車的市場 其中呢這個試銅金屬主要就是負責自行車的組裝 而這個統塔人員則是電池的部分 至於呢泰宇主工呢是在自行車的車架 而達瑞當然就是呢自行車的品牌Bexbit 那也就是呢在這樣的一個積極的布局下 達方他在2021年啊281的營收中呢 有32%是屬於綠能事業 而到了今年2022年的第二季 那我們來看一下達方的營收比重 這個營收佔比最大的呢 已經不是過去他的主要業務鍵盤的部分 而是呢他的綠能事業佔比已經來到46% 所以說呢達方這家公司呢 跨路自行車產業已經不是呢在討論是不是完真的 而是呢他已經成功的從鍵盤廠 然後呢轉型為自行車廠 那近期呢達方也開了第三季的法說會 他第三季合併營收呢是75.7億元 季減2.3% 歸屬於五公司的稅後盡利是3.39億元 季增呢則是18.3% 那為他四年來單季的相對高點 那每股呢存益是1.21元 那達方第三季營收呢會季減 主要是因為通膨和升息讓整個終端的需求沒有那麼的強勁 但是呢這裡所指的終端需求 指的呢應該不是他的綠能事業部分 而是呢以鍵盤為主的IT產品 那根據呢公司的說法 達方的eBike的需求呢依舊是非常強勁的 那營收也較去年同期有大概五成以上的成長 那季營收的貢獻比重將近五成 雖然達方對eBike的業務是信心滿滿 但是呢我想達方跟巨大美利達一樣 在接下來的這個營收表現中啊 將會開始呢有一點壓力 那觀察的重點一樣是11月份開始的這個營收的月增率 好那我們接著呢來看到達方歷年的鼓勵政策的表現 達方連續呢有17年啊都有配巴鼓勵 那總共發了33.56元 那最近這三年的盈餘配巴率大約在74.1% 從2022年開始呢 到11月4號達方的股價最高來到51元 最低是35.85元 那最近這五年的殖利率大概都有5.5%以上的水準 那市場預估呢達方2022年的ePS為4.4元 那如果盈餘配巴率用這三年平均74.1%來計算的話 明年2023年達方有機會發放3.26元的股利 那用股價40元來當作基礎的話 殖利率大約是8.15%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那接下來這一間要跟大家介紹的公司啊 很多人應該是比較陌生 但是呢它是我們台灣碳纖維的股王 就是呢4536的拓凱 這個拓凱啊一開始它是以ODM OEM的方式呢來生產網球拍起家 後來呢才將這個碳纖維的技術啊 用到自行車還有安全帽啊 以及航空等等的領域 那我們從拓凱在2021年的營收比重中呢 可以看得出來 自行車的佔比是最高的 已經來到45% 其次呢依序是安全帽30% 球拍10% 航空和醫療佔了5% 其他呢則是佔比10% 各產品的毛利率區間呢 我們也一併呢附上來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得出來表現都還不錯的 那這也相當的合理 因為呢每次呢你只要想到買個產品啊 你會發現只要加上碳纖維這三個字 價格是不是總是呢翻上一倍甚至更高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到這個 拓凱的一個碳纖維的材料 在各個市場的一個市占率啊 它複合材料呢自行車車價市占率大約是30% 複合材料的安全帽占33% 那高階的網球拍呢則是占25% 那在拓凱近期的財務表現中啊 各位你會看到9月的合併營收呢 來到11.76億元年成長是33%以上 創了它單月營收的新高 那第三季的合併營收呢是31.7億元 年增呢也將近來到35% 改寫了它單季的新高 那營收的成長主要的原因是 拓凱的自行車零件 球拍以及安全帽等 運動休閒類的產品啊 都有呢出現雙位數的成長 如果我們單就拓凱自行車業務來看的話 拓凱的自行車碳纖維主要運用在自行車車架 輪圈前後叉以及呢把手的部分 客戶包括美利達旗下的 Specialize SREN還有呢 Konago等等 那在2021年呢 拓凱自行車碳纖維營收大約是42億元 但是今年2022年前三季 它自行車碳纖維的營收就已經來到38.1億元 大約呢再衝個4億元的營收呢就可以追平去年全年的表現 那市場呢預估啊 在高階自行車需求持續暢望下 拓凱自行車碳纖維營收在今年2022年 有機會達到53億元 大約啊年增27% 那到了明年2023年 在越南車價產能以及中國廈門車價產能 都增加20%的情況下 預估拓凱在明年2023年自行車碳纖維的營收啊 有機會來到58.5億元 好最後呢我們再來看到拓凱歷年的一個鼓勵政策 拓凱它連續11年配發鼓勵 合計呢總共發了52元 從今年2022年開始到11月11號啊 它股價呢最高來到184元 最低來到116.5元 那這三年的盈餘分配率呢為65.3% 市場預估啊拓凱今年2022年EPS呢 有機會飆到24元 那以它這三年啊盈餘分配率平均65.3%來計算的話 拓凱呢在明年2023年有機會發放高達15.7元的股力 那如果我們用它的股價180元來當基礎計算的話 殖利率大約是8.7% 那這個8.7%的高殖利率 還是呢在拓凱股價沒有大幅向下修正的情況下 就有機會達到的 可見呢市場對於拓凱後續的營運表現啊相當的看好 好那最後呢一聲提醒大家齁就是呢在11月份的時候呢 美國FOMC會議中啊有一句很重要的話 那就是呢主席鮑威爾所說的 經濟軟著陸的可能性是越來越低 那也正因為這一句話讓市場認為 明年2023年基本上就是會出現啦 經濟衰退的情況 那如果衰退呢真的降臨 那麼企業的平價以及呢 獲利啊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下修 那這個是觀眾朋友呢 你要多加留意的一個潛在的風險 好那最後呢 記得分享以及留言就是對我們最好的支持 那感謝各位的收看 下次讓益盛一起帶你探索台股中的高股 字幕志願